或许是因为费城过于密集 或许是恒大有着行后的交比 现在恒大的主力阵容 跟周中的外观守护心比较了6个人 后防是次个人前化 对大多数球队难说 一般做人化时 大多数是针对中前场的 中后场会相对防守 那为何卡纳瓦罗 会取用一条全新的后防组合呢 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 比如说张宁鹏的停赛 和李斜鹏的受伤 但也有主观原因 那就是恒大内部也出台了 每场联赛 只剩两名议员的规定 两个名额肯定要留给 把列宁阿和塔利苏塔了 和防线上的韩国议员 小智珠和还在走规划手续的 布亚宁 就不太可能出场了 当然由于恒大的防线过往 就比较怕高专分和 担当能力特别强的困难 而派达这边的瓦格纳和阿琪母恒 正好是这样的风格 因此恒大排出的这条防线 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这条全新的防线 卖性性还声音差了点 刚才场高准硬合同消停 就撞在了一块 但是整场比赛 恒大这条防线 也没出太大的披露 特别是对瓦格纳的限制 做得比较成功 不过如果说恒大这两个中后卫的表现 可以打个高峰 那么恒大两个边后卫 三场比赛的表现 恐怕只能打个及格分 卖性性有道 提升过去恒大的进攻 两个边后卫差上幅度非常大 特别是李学鹏那一次 这两年在产生金城冲的对方 皮密封印 但是打广岛三件比赛 李学鹏半场就应烧下去了 而在今年冬天 由于恒大先后放掉了 邓正、张成林、任浩、陈泉鹏 微信小将周五名都排走后卫 导致目前恒大找不出第二个正牌的走后卫 不过由于恒大的中后卫处备过于丰富 因此卡纳瓦罗开始尝试用中后卫特创走后卫 胡玉宝是个左脚匠 因此在东信中 卡纳瓦罗就能小做这样的尝试 但是周中的妖怪 胡玉宝的表现 并不能在人买意之后 卡纳瓦罗又开始尝试 让刚准备被打走后卫 本场比赛 蔡杰在多数攻势都是把动涵的那一次 高准备的防守压力并不大 但由于他的进攻技巧还有的加强 打至他不仅无法像过去旅学童那样 在场上一人打一条边 整场比赛对进攻的帮助都非常有限 其实高准备上必然在某种程度上 又给了韦世豪在前场更多拿球干的机会 和一旦韦世豪开始成名义盘贷 往往他的威胁也就降低了 对边的邓寒文 虽然能上了去 但是他对于进攻的帮助也很有限 但恒大的两个边都对进攻的帮助很有限 恒大的进攻 失去了往日的畅快感 进球有点奖限这场比赛 保利宁奥的进球都少有些用戏成分 毕竟保利宁奥打低并不好 能进球很大程度上人负于不交的分离 而在本场比赛中 虽然恒大后来十七脚打门 摄政都高达近十次 保利宁奥和塔利斯卡后排插上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但打了那么多角 就只抓住对手能向深入打进一球 多少也体现出了恒大的进攻出一点问题 恒大的进攻问题出在哪 一方面是两个边没有打开 他们没有办法充分地去调动对方的防线 但是泰达这场球系的并不保守 泰达的后防球员 个人防守能力也不是很突出 因此这场球恒大的机会并不少 给你机会却不中用 在这场比赛中 也凸显出恒大的事是有些发高 很多次恒大的打门 真不是对方能向做出了第二个神奇的突就 而是恒大的打门太正了 当然这场比赛 保利宁奥和塔利斯卡 正立到了对方的正攻兵防 但他们需要在竞争组织中负责推进 还能冲进对方禁区 完成最后一击 其实也不能要求他揽太多 从新赛季开始以来 恒大碰到了三只防守并不稳固的球队 防卡一共才打进三个球 至于去年下半年 怎么贴可能有的防卡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为何新赛季开始以来 老人的进球率不如以往 有可能是各队对老人的特点更为了解 做出了针对线的布置 另一方面也跟前面少了 老人全分有关 在之前的针抄 拉 个 即使手 因此去年下半程 当高拉特被推打箭投入制胜时 各队的防线首先还是针对高拉特去的 因此高拉特拉边 扯动 往往是可以把对方的中后位给带出来 这时候 防卡再冲上去 正好是个带控帮 到了去年升光阶段 高拉特扭梢确阵 阿兰顶替了他的位置 虽然阿兰的级别声音差点 但他同论是个在中超重赢过自己的射手 因此 阿兰同论取到了用防卡吸引火力的作用 但是新赛季阿兰和高拉特都走了 恒大力能有队力运进温元咸风 只能是盗铃点胜去 盗铃有着很强的进球能力和创造力 但他从而都不是高产射手 因此他拉出来 皇老能办法把对方的中后位给带出来 黄塔很难在出现去年下半城门战后 插上楼檐冰房直接打门的机会时 两人的进球效力向滑 也在情理之中 当恒大缺少9号的问题 已经暴力得非常明显时 阿里说 他们应该引进109号 但是徐老板要求恒大每个效绩 都要选一个位元 恐怕恒大是不可能引进又元前锋了 在本土前锋方面 同样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恐怕恒大的中锋 不光是金人 可能未来一两年都给他更领顶着 毕竟他的屁股然力量更指望不上 包少了为元前锋的人所反应 如今已经暴力在场上时 对于中国责情来说 不一定是坏事 万一恒大练出一个高产射手来 国家对风无力的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如果这个坑没有办法被填上 恐怕这个效忌 收购我就不用想了